大豆低温破,经加料斗投入斗式提升机 由提升机位入磁悬器,除去金属杂质后,流入豆片仓中暂存 物料通过豆片仓上的振动泄料器,落料到皮带秤,经皮带秤计量后,由刮板输送机送入依次萃取罐 同时将工艺水氢氧化钠,连续加入到依次萃取罐A内 依次萃取罐由三个罐串联组成 料液在萃取罐内经搅拌器充分混合一定时间后 由依次萃出罐A将料液送入依次萃取罐B 再由依次萃出罐B将料液送入依次萃取罐C 最后,由依次萃出罐C 将料液送入依次萃离心机 豆泼料液经离心机分离出固项和页项物料 分离后,分别流入到二次萃取罐和豆乳罐 二次萃取罐再加入工艺水氢氧化钠 由二翠抽出泵将料液送入二翠离心机 二翠离心机分离出的固项和页项 分别流入螺旋输送机和豆乳罐 顾项豆渣由螺旋输送机送入到豆渣暂存间直接销售 或进一步处理 将一二翠离心机叶项豆乳 在豆乳罐进行搅拌混合 用豆乳泵将混合后的料液送入酸混合器 盐酸由定量泵加入酸混合器和豆乳再线混合后 送入酸尘罐 经搅拌混合后,由酸尘抽出泵送入酸尘离心机 酸尘离心机分离出固项和页项 固项流入解碎机再次搅拌 页项进入豆清水罐 由豆清水泵送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 顾项凝乳 在解碎机加水解碎 后油均制泵 分别送入三台中和罐 中和罐内分别加入工艺水、氢氧化钠 调整料液的浓度及PH值 中和后,料液由中和转子泵输送到管道混合器 同时将煤气罐中的煤由定量泵送入管道混合器与料液预混合 然后再输送到制流箱 进一步搅拌混合 煤解后料液 由中和泵送入均制机 经均制机均制后送入杀菌器 加入直接蒸汽杀菌后 进入闪蒸罐 二次蒸汽进入冷凝气 不凝气体由水环蒸空洞抽出 闪蒸后物料由闪蒸抽出泵送入高压泵 经高压泵送入干燥塔 喷雾干燥 其中,干燥塔的热风系统由空气过滤器 鼓风机 空气加热器 引风机组成 产品通过多个并联旋风分离器 分离回收 通过避风器卸料到振动筛 并筛出杂质 筛下物通过关风器 卸料到封送管道 经冷空气冷却后 送入脉冲带氯器回收 然后通过螺刺骨风机 镇压封送 将产品送入混料仓暂存 经混料仓下的叠拔 落入螺带式混合器混合 同时,由定量泵 往混合器内添加少量磷汁 产品在混合器搅拌均匀后 经卸料叠阀 落入暂存仓暂存 后经关风器进入旋转筛筛分 筛出的杂质产品 经金属探测器 除去金属杂质后 流入成品仓暂存 最后 经包装机包装后 直接销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